宝贝还有三秒到达现场 这幅画的实际尺寸很小 但人可振多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小小一幅画里满满当当塞了八个人 大夏天的他们在庭院里干嘛 画面中心仆人用画杆请起了一幅画 三位穿着轻薄的文人正在专注赏画 一人手持画卷 一人蔑薛微笑 一人倒背双手 神情颇为惬意 画面下方 两位文人则在座衣打招呼 想必是夏日放假在家 甚是无聊 忍不住邀请友人 一起谈天论地 正所谓玉池荷叶正甜甜 消假图里当然少不了夏天的标志性植物 即使不放大画面 右上角的翠绿色荷叶丛 也颇为引人注目 再仔细点看 栽种荷花的方形花盆通体布满了夜风 有没有觉得很眼熟 这种破碎美与宋代歌谣慈器上的纹路 有异曲同工之妙 荷花齿派一位仆人手捧茶碗仿佛在神游 阳光毒辣还是待在家里好 另一位怀抱乐器的仆人 似乎年纪还小 正新奇地左顾右盼 我们再把目光转到画面左下角 庭院里似乎还摆放着用来冰镇瓜果和酒水的小冰山 光是看一眼都觉得冰爽 根据东京梦华路记载 其实宋人在圣夏时劫持的棱婴种类有很多 冰雪冷原子 冰雪凉水 凉水力之高 比起今天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幅肖下图现藏于苏州国务馆 坐着是谁至今无处考证 人们只能从画中建筑家具的风格 推断其描绘的是南宋文人的夏日生活场景 根据画上的一封朱文印 可知它曾被名代张孝思收藏 古人有云 读书浅长夏 乐儿望暑热 事实证明画中也有清凉地 坐在庭院里 赏河 品画 吃冷饮 等待微风灌入秀中 再加上心静自然凉的秘密诀窍 这个夏天怎能不惬意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旨在仅仅浅